我们看一下这个可中断的睡眠 就是把当前任务呢 置为可中断的等待状态 把P并且呢 它的执行功能 把这个P呢 放入等待的对立当中 也是如果指针无效呢 就推出了 如果当前任务是 任务0 然后我们就刺激 让这个TMP呢 指向已经在等待对立上的任务 让这个睡眠地对立的头呢 指向自己的任务 指向自己的任务呢 就把当前任务呢 插入到这个 新P的这个等待对立当中 然后把当前任务呢 置为可中断的 这种状态 然后呢 重新执行schedule 只有当这个 等待任务被幻想的时候呢 程序才会回到这里 表示呢 进程呢 已经被明确地幻想 并且执行 如果等待对立当中 还有等待的任务 并且呢 对立头指针 所指向的任务 不是当前的任务的时候 那么 把这个等待任务 置为可运行的 就绪状态 并且呢 重新执行调读程序 当这个新执这个 指向的不是当前任务的时候 那么表示 在当前任务被放入对立之后呢 也有新任务 被插入到等待对立的前部 因此呢 我们先唤醒他们 让我们自己呢 等待 等待这些后续的 进入对立的任务呢 被唤醒 执行的时候呢 要唤醒本任务 然后呢 我们重新去调动 然后把自己的状态来 把这个tmp 所指向这个头指的呢 的这个状态 置为这个旧绪状态 然后我们看这个vacup vacup这个功能呢 就是幻想这个直针p 新p所指向的这个任务 这个新p呢 也是指任务的 等待对立的头指针 如果由于等待这个任务 是插入在对立 等待对立的头指针 这个位置的 那么幻想的最后的 幻想的就是最后的 等待对立的任务 我们把这个状态 置为可运行的状态 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 头指针呢 给它清空 刚才讲的这几个呢 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具体的实现呢 我们还没有提及到 我们反复呢 把它阅读熟了 理解它中的含义 就可以 因为有些时候吧 我们在阅读前面的代码的时候呢 只能知道它的一个大概的意思 只有把后面的很多代码都阅读完了 再回过头来综合的看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方面的知识 越学越多 又积累越多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它的真正的含义 下面开始呢 就是有关软盘的子程序 这条战码呢 有的我们还不能 理解其中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这个疑问保留 等到以后我们在学习 驱动程序的时候呢 再涉及到软区的那一块呢 我们就会彻底理解了 这个可以 但是大部分呢 我们还是通过讲解 还是能够理解 这个结构 TASIC STRUCT WITH MOTOR 这个数组呢 存放的是等待马达启动 到正常转速的进程的指针 这个数组的索引呢 从0到3呢 分别对应这个软区A到D 然后接着 我们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是方案一呢 这个数组呢 它这几个成员呢 分别保存的是 各个马达启动 所需要的地大数 程序当中呢 默认的启动时间是5个地大数 也就是说每个50个地大数呢 是0.5秒 接着 这样一个结构呢 它表示的是每个元素呢 分别存放的是各个软区 在这个软区的马达停转之前呢 需要维持的时间 程序当中设定的是1万个地大 就是100秒 这个 这个字定义的是一个字符的变量 这个的含义呢 它对应的是软区的控制器当中呢 数字输出集存器 它一共有8位 从右往左数 编号是0到7位 第0位和第1位呢 它是用来选择 控制的软区的 这个软区呢 从0到3来表示 0123 也就是ABCD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 C呢 是12 也就是1100 00呢 正好是表示的A 第二位 V2 也就是从右往左数的第三位 V2呢 它是1的时候呢 是启动软盆控制器 0的时候呢 是负位软盆控制器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 正好呢 第二位呢 是1 也就是启动软盘控制器 第三位呢 1呢 是允许DMA 和中断的请求 0呢 禁止DMA和中断的请求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 正好是允许DMA 和中断的请求 并且启动这个软盘的控制器 并且启动这个软盘的控制器 第四位到第七位 四五六七呢 这四位呢 它分别控制这个驱动器D到A 它这个马达的启动 1呢 表示启动 0呢 表示的是关闭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还 表示的是这四个都是关闭的 接着我们看这个函数 这一段 这个它表示的意思呢 指定这个软区启动到正常运软 所需要等待的时间 这个参数N2呢 是软区的号 从0到3 它的返回值呢 是D大数 这个局部变量呢 是这个全局变量 是Selected 它是选中的软区的标志 Mask 对应这个软区对应的输出 计存器当中的启动马达的别特位 它的高四位呢 就是各个软区启动马达的标志 每个系统呢 就都有四个软区 首先呢 设置好软区N2停转之前呢 需要经过的秒数 这是100秒 然后呢 取当前这个 寄存器的值呢 到这个Mask当中 并且把这个驱动器的马达启动标志呢 如果这个当前呢 没有选择这个软区 那么首先呢 要复位其他的这个软区的选择位 然后呢 置位指定选择的那个位 如果数字输出寄存器的当前之余 要求的不符呢 那么就像这个软区控制器的输出端口呢 输出的新值Mask 并且呢 要求启动的马达呢 如果要求启动的马达还没有启动 就至限量的软区的马达启动 这个定时器的值呢 把它 设置 如果是已经启动了 那么在设置 启动定时为两个地大数 它就能满足下面这个 杜福老配Timer当中 先递减后判断的要求 我们执行这次定时代码的 要求能满足就行 然后呢 更新当前数字输出寄存器看得到 刚才我们开中断了 现在我们把中断关闭 刚才这关中断 CII 现在HDI 把这个中断开开 最后返回的呢 是启动马达所需要的返回的时间 所需要的时间值 这是这个第一大数 刚才曾经说过 这个FLOPP ON 我们来看一下 FLOPP ON呢 它是等待指定的 软区马达启动 所需要的一半时间 然后呢 就返回了 设置这个指定的软区的马达启动呢 到正常转术所需要的延时 然后呢 睡眠等待 在定时中断过程当中呢 会一直递减 判断这里的设定的延时的值 当延时到7的时候呢 就会换一下这里的这个 等待的进程 这也是关中断 然后呢 开中断 FLOPP OFF 我们再接着看一下这段 如果这个马达启动定时还没有到呢 它就一直把当前这个进程了 这位不可中断的说明状态 并且放入到等待马达运行的对立当中 这就是这段含义 这个FLOPP OFF呢 是把这个 设置呢 关闭先用的 软区马达停转的定时器 这个是3秒 如果不使用这个函数明确的关闭指定的软区的马达呢 那么在马达开启100秒之后呢 也会被关闭的 这FLOPP TIMER 这是软盘的处理子程序 定时处理子程序 更新马达启动的定时值 还有马达关闭的停转的计时值 这个子程序呢 会在时钟定时中断的过程当中呢 被调用 因此呢 系统每经过10个 一个滴答数 10毫秒就会被调用一次 随时呢 更新马达开启或者停转的这个 定时器的值 如果某一个马达停转到 停转的时候到了 那么数字输出计存器呢 马达启动这个 启动位置 复位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过程 如果不是这个指定的马达呢 那我们就跳过来 接着我们看 如果马达启动定时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进程呢 给它唤醒 如果马达 停转 这个定时都到了 那么我们就复位呢 先用的马达启动位 并且呢 更新速度的输出计存器 否则呢 否则呢 马达这个 停转即时递减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 下面是有关于定时器的态码 最多可以有64个定时器 定时器这个 这是个定时器链表 的结构 这个定时器链表 专门用来 提供这个软期关闭马达 和启动马达操作的 定时的操作 这种类型的定时器呢 跟我们 现在新版本的内核当中的 这个动态 定时器呢 很类似 它只供内核使用 所以说呢 现在的高版本呢 的内核呢 都是低版本的一个升级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 低版本的学透了 在阅读高版本的时候 逐步阅读 就不会遇到什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高版本学起 那么我们没有抓住主干的话呢 那么我们阅读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困惑 我们在阅读低版本的时候呢 首先是抓住了主干 然后呢 再往上阅读的时候呢 它是天之间夜的 这个JF是定时跌达数 还翻 函数的指认 这是用来 是定时的处理程序 Next是链接指向下一个定时器 那Next的Timer 它是定时器队列的头指针 AddTimer是添加定时器 输入参数呢 是指定的定时值 这是JF 还有先用的处理程序的指针 软盘驱动程序 利用这个函数呢 执行启动 或者关闭马达的严实的操作 JF呢 以10毫秒的 以10毫秒为单位的 这样一个滴答数 还分表示的是 定时时间到时 执行的函数 我们看这 如果这个定时的处理程序 为空呢 那我们就退出了 如果定时值是小一点圆 那么我们就立刻 用它的处理程序 并且呢 这个定时器呢 不加入这个链表当中 否则 我们看 从定时器的数据 当中 找出一个空 空闲的项 空闲所以成立 如果已经用完了这个 定时器这个数组 那么系统就会崩溃掉 否则呢 向这个定时器数据结构 添入先用的信息 把这些添入 并且呢 练入这个链表的头 链表项呢 按照定时值呢 是从小到大排列 我们看这段 链表的值是按照 从小到大排列 在排序的时候呢 减去前面需要的低大数 这样呢 在处理定时器的时候呢 只要查看 链表头的第一项 在定时呢 是否到期就行了 这个循环呢 就是进行排序 这段代码呢 我想不用给大家讲解 大家看一下也会明白的 它不涉及到新的内容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2Timer 这是一个时钟中断的C函数的处理程序 在sayscall的s当中呢 Timer Interrupt呢 是代用这个函数的 2Timer 参数这个CPL呢 是当前的特限级 是0或者3 是时钟中断发生的时候呢 被执行的代码 选择负当中的特限级 CPL如果等于0呢 表示中断发生的时候 正在执行的是内核代码 CPL等于3呢 表示中断发生的时候 正在执行用户的代码 对于一个进程 由于执行的时间片 用完的时候呢 那么就进行任务的切换 便执行一个 即时更新的工作 这是一个扬声器 发生时间的滴答处 关闭扬声器 这两个函数呢 都是在 讲解自服设备驱动程序当中的 用到的两个函数 在那里定义的 在讲解的 在讲解到驱动程序当中的时候呢 这两个函数的实现呢 我们会讲解到 然后呢 如果发生的技术 次数到了 那么关闭发生 它这个呢 是连向这个0X61这个口呢 发送命令 复卫卫呢 零和一 卫零的控制是8253 技术器2的这个工作 为一呢 是控制扬声器 如果当前特权级呢 而是0的话 那么表示的是 在内核程序当中工作 讲这个内核代码的 运行时间呢 STIME 递增 如果代理 那表示在 一般用户程序当中工作 把UTIME 增加 如果这个定时器是存在的呢 那么就讲列表中的 第一个定时器的值呢 减一 如果已经等于零呢 就调用 相应的处理程序 并且呢 把处理程序的指针呢 指为空 然后去掉 这一项的定时器 Next timer呢 就是指 定时器 链表的 头的指针 都用这个 处理的函数 如果当前这个软区控制器 它的数字 输出计算器当中的 马达 启动 未时之位的 那么我们就执行 这个软盘定时程序 如果进程运行的时间 还没有完 那么我们就退出了 否则呢 当前任务运行 即时的值呢 是零 并且呢 如果发生 时钟中断的时候 正在 内核的马当中 运行 那么就返回 否则呢 实行的是 调动函数 我们接着看 Syslum 它是一个 系统电源的功能 设置报警 定时时间的值 如果这个 Second 大于零的话呢 就设置新的 定时值 并且呢 返回 定时时刻 还剩余的 这个间隔的时间 否则就返回一个零 我们进程当中呢 数据结构当中 报警定时值 Alarm的单位呢 是系统的滴答数 也就是一滴答 十毫秒 它是系统开机起的 到设置定时 这个操作的时候 系统滴答值 GP和转换成 滴答单位的 定时值的核 而这个参数给出的是 一秒为单位的定时值 因此呢 我们这个函数呢 主要操作是进行 两种单位的转换 这个赫资呢 它是HZ呢 1100 这是个常数 是内核系统的执行频率 它是定在Sky 在HZ当中的第五项上的 在这 我们的NRTAS是64 我们看这几些简短的一些函数 这个是取进程的当前的进程号 我们看一下 要把任务 当前任务结构的 PID给它取出来 就可以了 返回这个PID 然后取这个附近长的 PID 取这个 用户的 UID 有效用ID 然后呢 主ID 是有效的 主ID 然后我们看CSNS 这个系统调用 它是 降低对CPU使用的优先权 应该限制这个参数呢 有大于零的值 否则呢 可以使用优先权 这个增大 然后这个SkyDenit 它是内核调度程序的 初始化子程序 我们在min.c当中呢 提到了过这个 这个函数 我们在解锁解锁的时候呢 我们要 回过头看一下 首先呢 这是描述符的 表的结构指针 就是说呢 描述符表呢 给它定义成了一个结构 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结构 每一个描述符呢 是结构当中的一项 这一段代码 它这是 没有必要的 就是说 在运行当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在开发的时候 支出呢 内核是不太成熟的 内核代码经常被修改 因此呢 开发者这个Lineus呢 它无意当中修改一些关键性的数据结构 造成了以这个PoseX这个标准的不兼容 所以加入了这个判断的语句 在全局描述符的表当中呢 设置这个初始任务 任务0 它的任务状态段 描述符 还有局部表的描述符 FORCE的 TSS Entry 还有这个FORCE的LTD Entry 它的值呢 分别是4 还有5 这个GDT呢 是描述符的 这个表的数组 实际上 对应的是 Head.S当中的那个 全局描述符表 基地值 那个GDT 因此呢 这个GDT加上这个FORCE TS Entry 也就是 把这个GD值加上4 我们原先的 加上4呢 就是第5项 我们原先那个描述符表当中 已经有4项了 是0123 加上4呢 就是有第5项 再加上这个 第5呢 就是有6项 这两项呢 这两个的含义就是 把 这两个 描述符呢 给它 设置到这个 描述符表的后面 它这两个描述符呢 分别是 任务状态段描述符和 局部的描述符表的 这个描述符 这个P呢 就是这个描述符结构的 这个指正呢 现在指向 这个描述符表的 后面 指向的GDT加2 加上FORCE TSS FORCE TSS 它的值呢 是4 就是6 GDT加6这个位置 GDT加6 后这个位置呢 正好是 空的 我们可以就是说 对以后的这些描述符呢 进行复制化了 首先呢 清除数组 还有任务描述符表象 这是 我们现在是在执行 SkyDT Inate 所以这时候还没有进场呢 其他的进场的运行 这个任务描述符 我们呢 把P当中的A 把P当中的B 分别代表呢 任务状态段和这个 还有这个 局部描述符表 描述符 都给它清除掉 就这一个各个项子 给它清除 把这个 描述符结构的这个 这一段空间呢 都给它清零 以防呢 有其他的数据 接着我们清除这个 标志寄存器 NT 这样呢 以后就不会有麻烦 NT标志呢 是用来 控制程序的 地规调用的 NT置位的时候呢 那么当前中断任务 执行的这个 IET指令的时候呢 就会引起任务的切换 NT指出了这个 任务状态段的 backlink字段的 是否有效 我们执行这条指令呢 把这个 NT位呢 复位 然后弹出去呢 再把它 放到 这个 inflex当中 LTR0 LID0 把任务0的 任务状态 断选择符 下载到这个 任务计存器 TR当中 把局部描述符表 这个 断选择符呢 加载到局部 描述符表的 这个 LDTR 计存器当中 需要注意的是呢 把GDT当中 先用的LDT的 这个 描述符的 选择符呢 加载到 LDTR当中 我们只明确呢 加载这一次 以后的 新任务的 LDT的 加载呢 是CPU根据 这个任务状态段 当中的 LDT向 自动加载 接下来呢 是用于初始化 这个8253定制器 通道0 选择工作方式3 二进制技术方式 通道0的输出 引脚呢 接在 中段控制主芯片的 IRQ0上 它每10毫秒 发出一个 中段请求 这个Lights呢 是初始的 这个 定时的 基础值 这三条 我们在讲解 这个 后面呢 我们对 8253和8254 进行一下讲解 大家就会明白了 这一条表示的是呢 定时值的 低字节 定时值的 高字节 然后我们看 接着最后这三条 它是设置 中段处理程序的 剧别 也就是说呢 设置中 时钟中段门 修改 中段控制器的屏蔽板 允许 时钟中段 然后呢 我们设置这个 系统定用中段门 我们把这个 INT0x80 对应的就是 syscall syscall呢 我们在 syscall.s当中呢 我们讲解过 INT0x80呢 就定用的 这段代表来执行的 这两个设置的 中段 描述符表 idt当中的 描述符的 红定义呢 是在文件 system.h当中的 这个system.h呢 我们以后呢 就给大家呢 给大家一个 详细的解释 我们在讲解 一些原代码的时候 也会陆续的呢 看一看 其中的一部分 这段代码呢 可以说 对我们来说呢 是比较综合的 比较复杂的一部分 这个代码能否读懂呢 直接关系到 后面的 代码能否读懂 可以说这是 C函数呢 看起来 对我们来说呢 比辉编语言 可能有时候 阅读起来容易 但是理解它的意思呢 往往有时候 却比辉编代码 要难一些 因为它涉及到 很多的红定义 很多的函数调用 在我们不知道 它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理解起来 确实有困难 但是呢 我们这节的要求呢 就是把讲解过的函数 要求呢 知道它是 什么含义 怎么用它 就可以 所以在没有设计到的那些 空气区的控制器呢 进行一下讲解 好 我们这一点呢 就先讲到这里